这画面有点可怕 胆小的朋友就不要看了 我一进那个房间 就是那种 那肉烧熟的烤焦的滋味 它就使劲从里面爬出来 全身都是嘴泡 它看见我哭得那么伤心 它说妈妈 妈妈我不痛了 你不要伤心 你不要哭 当天是我女儿过生日 我们那里不是有个小小木架吗 木架然后上面就有 大概有那么大一个盆 就是燃烧的木扇 就放在里面 就可以平时烤下火 它说好冷好冷 然后它就直接趴上去了 趴在那个火上 然后等它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就是起火了 整个下半身 包括两个大腿完全烧乱熟了 湘雅的教授说 最少烧了30到40分钟 是我大女儿抱着她 把她送到我们那个人民医院 结局那会儿11岁 当天连着转了三家医院 就转到那个淮花市第一人民医院 坚强一点 不要哭 我们都觉得你是最勇敢的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不闭眼睛闭眼睛 你很勇敢的 坚强一点 受伤的面积 那个时候是49% 深山度就是特众都烧伤了嘛 33次全马手术 说下来差不多五十几次都有了 一路治疗下来花了100多万了 120多万了 他烧伤的时候 他爸口袋里面就200块钱 我卡里面才1万多块钱 我们也是得到好多人帮助 我老公呢 长年就是生病 几次去检查都说他是胃癌 具体做检查 他就一直没去 他觉得如果去了呢 就是说负担搞得大了 后面的话就是帮行牵扯严重啊 增生啊 也要给他按摩啊 给他擦把眼药啊 给他热服啊 那我们小病病那么小 能挺到现在 真的他的医生也挺完整的 整个的人的心都揪起来 医生说没事没事 这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吗 可是这个算正常吗 把你搞成那样子 你看你有事没事 就是无法理解到别人的痛苦 看到这种新闻 评论看到这种新闻 就来气 好好的孩子 家长怎么照顾的 还在那里烧了半个小时 不敢看这种人间疾苦 家长严重失职 上市的生意功能 它是健康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追妈妈的父母的这个责任 可是她是个留守儿童 这个留守儿童又要追谁的责任呢 难道说中国人的父母天性就喜欢一厢背景 远去他乡 难道这个中国的父母就喜欢与子女是那个分别 把他丢在家里 不与他这个共享天伦之乐 这是中国人的人性决定的吗 全世界的人不不搞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里搞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愿意接受父母该派行也是要派行的 那家里接护人该派行也是要派行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些个东西呢 因为后面的福利要求就更大 因为这种追责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是吧 他们知道他们也承担责任 因此呢 把这个东西呢 就在这里搅混事 谢谢大家